有一隻是明早掛牌的 就是鮮帥達醫療6669 他今早就公佈了那個招股結果 以上限23.8元去定價 其實近日市況比較波動 但是招股反應也挺熱烈的 一手中籤只有3% 就是要抽成200手才可以穩獲一手 真是這麼幸運抽到的投資者 你覺得今天下午可不可以在暗盤放了他 還是應該先保持著等明早 其實這是固分 最近的行業對這類型股份的氣氛 是一般的 它是做一些下肢血管的 簡單來說 通波制手術的器械 其實本身的行業來說 前景是比較穩保上陽 因為始終內地這方面的醫療器械的需求 是穩定上升的 而且病患人口也繼續增加 因為大家知道內地越富裕 有很多血管病 一富裕病就出現了 但問題就是近期大家節目開之前都說了一件事 我們經常很怕這個監管風運 而這個醫療器械是其中一個 我們經常擔心一個相當熱門的行業 會加強監管 其實之前譬如說 微創的龍頭 其實它現在內地有關醫療器械 就是耗材的監管 率先在心臟血管做監管的措施 微創出了業績都說 因應他們將它部份產品 拿入了價目表裏面之後 大幅降價 所以令到集團的虧損擴大 其實跟著這幾隻 譬如說心衛或者之前一些龜創 它做了一些周邊血管的通波仔 或者心腦血管通波仔 其實是同一類型來的 但是暫時來說 這方面在中央監管 它們的產品還沒有歸入監管範圍 你還沒有歸入反而更害怕 然後可能將新一個監管範圍擴大 延伸到它們其他產品 所以你看到近期這堆的 剛剛上市沒多久 譬如有幾隻龜創 甚至上星期上市心位 其實都很慘情 跌得很誇張 所以整個行業的氣氛 似乎對現在的這個時刻 就不太遷就 所以我都要留意一下 今天它究竟這隻同類型股份 開出來的暗盤表現如何 如果你看到它都是浮浮沉沉 上不回水面 甚至是希望的水面上 如果即使是不出來 暗盤也可能水面拿下 不妨我覺得明天的轉變也不會太大 不妨如果有少許就沽 當然反過來 如果不是反應 可能雨過天青 那些人覺得不再害怕 可能今天那個市場反彈勢浪 有些做好的 我覺得你可能有少許賺的 可能減少一些 或者減少一些 再看看明天 只剩下一些部署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